新西兰房车操作手册 驾驶和驾驶室 在行驶时,所有乘客以及驾驶员必须始终依法佩戴安全带 房车比标准车更高更长 在驾驶时请随时留意车高、车长以及车重,谨慎驾驶 发动汽车时请踩住脚刹,将变速杆推到P档或N档 在驾驶柴油车时,先将车钥匙缓缓向右转动,直到所有仪表灯都亮起 等到灯光熄灭时,进一步向右转动钥匙并启动引擎 如在开始驾驶时,警报声响起 请检查你的电线源确保没有连接到营地 检查脚踏板确保正确安放,确保手刹完全关闭 以及驾驶时脚没有放在离合器或制动器上 如果您的车辆配备了倒车摄像头 它只有当变速杆处在倒车档时才会运行 请确保在显示屏幕上的电源开关显示连通状态 有些车辆有一个可折叠的手刹 操作手刹时向上提起手柄 注意是否有齿轮的声音 松开手刹,请于完全按下按钮后 用力向上拉动手柄,把手刹按到地面 如果手柄提起时没有齿轮的声音 则手刹操作正常 对于驾驶室有旋转座椅的汽车 请往下推动手刹 向前滑动座位 拉动操纵杆 把椅子往车辆中心处旋转 再向后滑动 驾驶前请把座位调整到前面 请始终靠左行驶 小心驾驶 与前方车辆保持安全距离 提前示警 转弯时留有额外空间 请注意你车辆的高度和重量 中途定时休息 液化天然气 大部分房车都提供液化器 以供给车内炉灶和热水系统 有些车辆使用液化器供给冰箱 供暖系统和烧烤 出发前液化器屏已装满并与车连接好 使用液化器时持续逆时针转动手柄 然后向回转动一点点 液化器节流阀门必须开启并与管道平行 在紧急状况下请关闭阀门和瓶子 液化天然气和炉子 如果您的房车有炉灶点火开关或抽油烟机开关 确保打开开关 点火的方法 提起玻璃盖 选择颅罩 转动旋钮 顺时针方向 向下按下点火开关 或通过使用火柴点燃 请雾在玻璃盖上喷热 喷热时必须提起玻璃盖 请在颅罩表面冷却后 盖上玻璃盖 液化天然气热水和供热系统 如果您的车辆使用液化器加热凉水 该系统可能看起来像这样或这样 要获得热水 请确保液化器正常供应 水箱中有水 并且水泵开关已打开 打开热水器开关 并等待它旁边的红色指示灯熄灭 这表明天然气已经点燃 而且正在加热水箱中的水 请等待至少20分钟 使水加热 若热水器旁的红色开关重新亮起 说明加热失败 关闭热水器开关 检查液化器和其与车辆的连接情况 并再次尝试打开热水器开关 请确保液化器被接通 旋转灰色按钮到60度 或按按键 等待至少20分钟 让系统已产生热水 如果指示灯亮起时 系统并没有点燃 关闭开关 检查液化器及其连接 然后再试一次 记住 确保液化器瓶是在开车前安全关闭 240伏电源 大多数房车的微波炉 电源插座和家用电池的充电使用240伏电源 一些房车的供暖和热水也使用240伏电源 我们建议您每一至二天将房车连接到240伏电源 将电池充满 连接240伏电源时 当检查确保到营地电源关闭 将电源线插入的房车 另一段插入营地电源 然后打开电源 12伏电源 家用电池会向冰箱、车内照明、炉灶点火系统和水泵提供12伏电源 一些房车的LCD屏幕、DVD播放机、抽油烟机、室外走廊灯、遮阳棚和厕所冲水系统也使用12伏电源 房车配置的用于供电的12伏家用电池是一个深旋环电池 与房车的发动机电池是两个独立的系统 所以如果家用电池电量完全耗尽 您的房车仍可以发动 虽然在驾驶时能为家用电池电量充电 但不足以把电池全部充满 我们建议您每隔一至二天就插上240伏主电源 充电一整夜以避免家用电池电量耗尽 12伏电池的绝缘开关必须时刻处于开启状态 以确保12伏电源正常运行 请记住把任何电器插到驾驶室的12伏电源接口上 在不驾驶时都会消耗发动机电池电量 导致车辆无法启动 冰箱 大多数冰箱需要12伏和240伏电源 如果想要冰箱运行 12伏的绝缘开关必须打开 通常绝缘开关在冰箱附近的位置 如果冰箱没有连接240伏电压 会靠12伏的家用电池工作 当冰箱没有过载 冰箱门和外通风口都完全闭合时 冰箱运行状态最佳 在驾驶过程中或冰箱插入240伏电压时 请调高冰箱设置 在晚上请把冰箱调成最低设置以减少噪音 在其他时候请把冰箱调为中等设置 房车内灯光 车内照明都是依靠12伏电源供给 请确保绝缘开关和电灯开关都已开启 供热系统 如果您的车有像这样的电取暖器 它只能在房车连接到240伏电时使用 转动调节器打开取暖器或调节温度 如果您的房车使用的是柴油供暖系统 它可能是这个样子 使用时 转动调节器来选择所需要的温度 为了确保系统正常运行 请确保油箱至少有四分之一罐的柴油 有些新西兰的房车有柴油热水和供暖系统 请把左边的调节器拨至您想要使用的设定 设定紧热水 设定仅车内供暖 设定车内供暖并且热水 请勿转动左下角和右下角的调节器 否则会导致系统停止运转 转动RH调节器可以选择车内供暖的温度 加热热水的时间最多可达60分钟 如果您的房车使用的是液化器供暖 那么它是这个样子或者这个样子 使用时打开液化器管的阀门 转动调节器外圈来调节火焰大小供暖 或者选择风力大小制冷 调节器内圈用来调节温度 检查时请打开液化器罐 向左或向右转动车内的调节器进行加热或制冷 转动内圈调节所需温度 如果指示灯散烁则表示液化器没有点栏 请检查液化器罐及其连接 厕所 如果您的房车有一个厕所开关 请确保开关保持开启状态 使用厕所时请打开厕所污水箱的阀门 按下这个按钮冲洗厕所 当取出厕所污水箱以及驾驶时 这个开关必须处在关闭状态 补充冲洗厕所水的方法 从车的外面打开厕所 这个管子显示了水箱的水位 把管口拉出来 打开盖子向里面注满水 请勿向这个水箱添加任何化学物品 我们建议您每一至两天清空一次厕所污水箱 请务必到正规的处理站倾倒 大多数的露营地都有厕所污水处理站 清空厕所污水箱时 请打开这个开关把箱子拉出来 如果您无法取出厕所污水箱 请检查箱子是否从车内已经关闭好 把管口向外拔出 打开盖子倒入处理器 按压箱子上的按钮释放箱内的压力 可以有助于清空箱子 用清水清洗厕所污水箱内部 并且倒入处理器 在关闭箱子之前 请注入少量清水并加入消毒剂 然后关闭箱子放回原处 请确保箱子被牢牢地推入到正确的位置 以防泄漏 清水 大多数的房车会有一个水箱 为厨房洗涤槽 淋浴和洗脸池提供清水 如果想使用自来水 请确保隔离开关处于开启状态 并打开水泵开关 如果您希望使用热水 则需要先将水加热 请参考热水加热部分讲解 为了防止水泵空转 我们建议您每隔一至两天 为水箱加水 补给水箱的方法 从车中取出水管 并连接到营地的自来水水出口上 然后把另一端插入您的水箱 请缓缓注入清水 以避免出现气泡 水箱有一个易流处 所以当水箱加满时 水会从易流处或者车底流出 污水 在带淋浴和洗脸池以及大多数带厨房洗涤槽的房车里 污水会流入污水箱 建议您每隔一至两天排空污水箱 以避免污水溢出 请务必在正规的污水处理站排放污水 排空污水箱的方法 从车里取出污水管 并连接到房车的污水出口处 然后将另一端插入营地的污水排放站 拉动阀门释放出污水 污水排空后 关闭阀门 封离污水管 与家里的下水管相比 房车的下水管是非常细的 为了避免堵塞 请不要向下水管倾倒脂肪 油脂或者食物残渣 比如大米 咖啡渣 遮阳盆 下设遮阳盆的方法 松开两个碟形螺母 提起两个控制杆 用撑杆拉出遮阳盆 拧紧两个碟形螺母 遮阳盆只可用于遮阳 请不要在强风 雨天 夜晚 或者车辆无人看管时 支起遮阳盆 请在开车前 确保遮阳盆已收回 安全地固定在应在的位置 祝您收获一个难忘的假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